奶奶 我爸妈在工地上出世也走了一年多了 今天我听工地说赔给他们120万 有这回事吗 确实有这回事 不过这笔钱奶奶先替你们保管着 你和你妹妹年纪还小 这么多钱交给你们保管 我不放心 自从父母去世后 奶奶就不再疼他们兄妹俩了 孙子察觉到奶奶的异常 这才去打听了钱的去向 奶奶嘴上说着会好好照顾他们兄妹二人 但其实早已经把钱偷偷给了自己的小儿子 也就是孙子的叔叔 拿到这笔钱后自然很开心 他高高兴兴地把奶奶接到他们家里生活 对这两兄妹再也不管不顾 时间过得很快 一转眼十几年过去了 奶奶 今天是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自从我爸妈去世后 你已经很多年没有踏进过我们家门了 你直接说吧 你今天找我们有什么事 孙子 不要把奶奶想得那么坏 奶奶就是想你们了 所以你叔叔才把我送的过来 真的是这样吗 这些年我们过得还不错 就不劳您费心了 你还是赶紧跟叔叔回去吧 哥 你在跟谁说话 家里来客人了吗 妹妹走出来看到奶奶后 瞬间拉下了脸 哎呀 这是谁啊 你今天怎么又空来我们家了 无事不登三宝殿 你到底干嘛来了 你不是说过以后不会再踏进我们家半步了吗 你这孩子怎么跟我说话的 不管我儿子还在不在这里 这里永远都是我的家 我什么时候来都可以吧 对了 忘了告诉你们 从今天开始我就住在这里了 我最近身体不舒服 你们可要好生伺候我 没错 财神爷来了 留下一句财神到家 今年我们一起发发发 谁要脸树要皮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呢 当初那么绝情的丢下 我们兄妹俩现在生病了去让我们照顾 凭什么呀 没爹娘管教的孩子果然没素质 不管怎么说 我都是你们的亲奶奶 你们这样说就不怕传出去对别人笑话吗 哎呀 你还记得你是我们的奶奶啊 你有什么资格对我们说三道四 我们不是没教养 而是要看对谁 总之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我对你说的话自然不是人话 好了好了 多说无意 今天我也不想和你们瞎说 反正你们以后要给我养老 这是你们该尽的义务 我看你趁天还没飞 赶紧走吧 我爸妈已经去世了 没人会给你养老 别逼我们动手 大孙子 我可是你的亲奶奶呀 那个小丫头 骗子没良心 难道你也没良心吗 你们这样说话奶奶会心寒的 你们现在长大成家了 以后奶奶下半生就靠你们了 你可千万不要赶奶奶走啊 否则别人会说你闲话的 说你不孝顺 哥 你不能心软 你想想他以前是怎么对我们的 那时候我虽然年纪还小不济时 但有些是记得还是很深刻的 哥哥你应该比我更印象深刻吧 反正今天说什么不能让他进我们家门 别说住了 就连一口自来水都不会给他喝 而且我相信嫂子知道后肯定也不会同意 之前我就跟嫂子讲过我们之前的故事 十几年前我们父母双双离我们而去 后面还被奶奶狠心的丢弃 兄妹俩相依为命 一直过得十分艰苦 我们两个很早就辍学了 开始出去打工赚钱 这些年吃的苦受的罪 好不容易熬出头了 日子好过一点 他就跑过来找我们养老了 不知道是何居心 最气的是爸妈当时的赔偿款 全被这个老太婆给拿走了 根本不管我们兄妹的死活 像这样狠心的人 我们凭什么要给他养老 你说是吧 哥 要不是他当年那么绝情 我们也不会沦落到每天砍馒头的地步 当时我们吃不饱穿不暖 吃了上顿没下顿 跑去叔叔家跟他要钱 他不但不给 还把我们赶了出来 有件事我到现在还记着 当时我饿得头回眼花 想去找他要口饭吃 谁知道他却跟我说没有 当时明明满屋子的包子味道 我只能厚着脸皮 说我也想吃包子 可他当时骂我不要脸 说我是臭药饭的 他说就算把包子拿去喂狗 也不会给我吃 哥 你说这样的人 我们怎么能接受他 说到这里 孙女的情绪越来越激动 望着哑口无言的奶奶继续说道 奶奶 你把我爸妈的赔偿款 全都给了叔叔家 其实我们也没怪你 毕竟你当时还指望叔叔给你养老 但是你对我们态度实在是令人心寒 逢年过节 别人家的孩子都有新衣服穿 只有我们没有 别收新衣服了 连一口热乎的团圆饭都吃不上 当时你一心只顾着叔叔一家 从来没考虑过我们 当时你怎么没想到 我们是你的亲孙子孙女的 还有这样的事吗 我怎么不记得了 可能我年纪大了 记性不太好 你们要理解我呀 是吗 那我今天帮你好好回忆回忆 看看你以前做的事有多过分 以前哥哥为了生活 只能去厂里打工 留下我一个人在家 有一年中秋节 哥哥为了拿三倍的工资 留在厂里上班 没有回来陪我过节 亏我当时还对你这个 所谓的亲奶奶抱有一丝幻想 就跑去找你一起吃团圆饭 谁知道你却把我拦在门外 说我是蹭吃蹭喝的 当时叔叔一家亲戚都在 所有人都用鄙视的眼光看着我 我就像一个过街老鼠 被你们冷嘲热讽 平时你对我们不管不顾也就算了 但这样团圆的日子 我想你应该会留我一口饭吃 没想到你却这样绝情 后来我哥要结婚了 打电话通知你们 你们假装没听到 不仅婚礼没参加 连分子钱都一分没出 妹妹不要再说了 这些事已经过去了 现在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以前那些事我们再也不会有了 哥你让我说完吧 这么多年的忍辱负重 如果我不说出来 我在心里藏着会变坏的 我必须把这个老太婆的 所作所为曝光出来 还有一次 叔叔的女儿 也就是咱们堂内在学校摔伤 老师联系不到家人 于是就打电话让我去接 本来我是不想去的 但是老师三方五次打给我 我一心软就答应了 把堂妹送回叔叔家后 我看到奶奶也在家 她一看到堂妹受伤 心疼得不得了 搂得堂妹嘘寒问暖 而对我却没有一丝感恩 堂妹撒着胶告诉奶奶 她想喝酸奶 奶奶十分爽快的 就去冰箱里拿了一瓶给她 当时我就问奶奶 能不能给我一瓶 没想到她却凶声恶煞的拒绝了我 还让我赶紧滚 当时我先瞬间就凉了 而堂妹看到这一切 还怼意洋洋的 朝我做了个鬼脸 从那一刻开始 我就对这个老女人失去感情了 我感觉我根本不是她的亲孙女 堂妹才是 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会踏进她家半步了 我回去告诉哥哥后 哥哥抱着我痛哭 说我们以后没有这个奶奶爸妈的赔偿款 我们也不要了 以后跟他们一刀两断 井水不犯河水 咱们兄妹相依为命 好了好了 都是些沉沉漫浪谷子的事了 你不要再说了 你这个小丫头骗子真没有叫养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你是要嫁人的人 我就不指望你 我的好孙子 奶奶知道你最好了 以后奶奶就靠你了 你指望我什么呀 你别忘了我比妹妹懂事的早 既然你不愿意听妹妹说 那就听我说吧 打我即时开始 我就知道你偏袒叔叔 当时我就很纳闷 爸爸也是你的亲生儿子 你却百般嫌弃瞧不起我们 从小我就察言观色 那时我就看出您对我们有多不喜欢 因此我从未跟你要过一口水喝 也从未跟你要过任何玩具零食 那一年我爸妈意外去世 你的尖酸刻薄已经凉了我的心 你甚至还不如邻居家的老奶奶对我们好 他们见我们可怜 时不时给我们点饭吃 可是你呢 孙子 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手心手背都是肉 再怎么说 你也是奶奶的大孙子 奶奶怎么可能不疼你呢 那时候 我不是不想照顾你们 是你叔叔家的事真的太多了 我实在是有心无力 再说了 这些年 你们俩不也过得好好的吗 你就体谅我 原谅我之前的事吧 我是比较偏袒你叔叔 是因为你叔叔从小身体就不好 工作也不稳定 当年奶奶要是不帮他 他连老婆都讨不到 你说当时我一个老人 怎么照顾的过来两家呢 是吗 我们确实需要你照顾我们 只是问你要口吃的喝的 你都拿不出来吗 你不要再为你自己的偏心 找这么多借口 既然你不喜欢我们 现在何必来投靠我们呢 对了 还有件事 当初你甚至想方设法 把我和妹妹赶出这个家 想霸占我们的房子 要不是邻居们帮忙 恐怕你早就得逞了吧 要说报答我们 更应该报答那些 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 而不是像你这样落井下石 无情无义的奶奶 不管怎么说 咱们都是有血缘关系的人 奶奶现在老了 浑身上下都有病 你们总得管管我 给我养老吧 这些管我们什么事 当初你照顾了谁家 现在就该让谁来养你 我没有享受过你的恩惠 你怎么还有脸要求 我们给你养老呢 这么多年来 你无数我们任何请求 把所谓的亲情都抛去脑后 现在去跑过来跟我们谈亲情 你不觉得可笑吗 你有一句话 我记得特别清楚 你说你永远不会 给我们花一分钱 你的钱都是要留给叔叔家的 那是肯定的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了 我的钱自然都要留给他的 对呀 你现在就他一个儿子 那你就该找他给你养老 他有这个义务 你跑过来找我们做什么呢 我们不要你的一分钱 但是也不会给你花一分钱 你去找你的亲儿子 还有你的好儿媳去吧 你叔叔家现在生了三派 家里住不下 况且他们还要养三个孩子 花钱的地方多 你就体谅一下我吧 你们现在生活条件这么好 也不差这一口饭 也没孩子养 就收下我吧 当初你费尽心思照顾叔叔家 不就是希望他给你养老吗 现在你姥姥病了 他们就这样把你送过来 你觉得合适吗 不要瞎说 你叔叔对我很好 是我不想拖累他们 所以才来找你们的 你们要是不给我养老 我就去告你们 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去吧 你随便告 虽然我们现在日子过得还可以 但是你想让我们给你养老 别说门了 窗户都没有 哥 不要跟他说那么多废话了 他要是想去告就尽管去告 反正我们问心无愧 是 虽然我爸有给你养老的义务 但上一辈的事和下一辈没关系 孙子孙女是没有这个义务的 既然你这么想找人给你养老 那你就去找我爸爸 让他给你养老吧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是诅咒我吗 你这个做小辈的 怎么能这样不孝顺我呢 你别急 奶奶 正所谓有因碧有果 这都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 当初你说我们是造把星 现在去来我们家 难道不怕我们害了你吗 妹妹你说的对 你还是赶紧走吧 我们不会给你养老的 更不会给你一口水喝 要说感恩的话 我宁愿感恩邻居家的老奶奶 当初要不是他们隔三差五的 给我们拿饭吃 恐怕我们也活不到现在吧 说真的 如果隔壁老奶奶愿意的话 我愿意给他们养老 但是你让我给你养老 只能说不好意思了 真是两个没良心的小兔崽子 看来你们是真不打算 任我这个奶奶了 你从始至终 就没有一点像做奶奶的样子 现在又有什么脸 要求我们孝顺你呢 严禁于此 你还是赶紧走吧 再不走天就黑了 只能睡大街了 这一切都是你自己 就由自诩的 今天说什么我都不走 这里就是我家 无论你对我怎么样 都必须要给我养老 要是你们不认我的话 我就去大街上去忙 让你们也鸡犬不宁 没想到你终于露出 庐山真面目了 是想威胁我们吗 可我们不是你这套 好 你就不怕我去告你们吗 你去吧 我们深圳不怕影子闲 到时候我们还得让你 把我父母的赔偿款 还给我们 听到孙子这么说 奶奶气急败坏 骂骂咧咧的走了 天道好轮回 善恶中有报 不是不报 只是时辰味道 凡是恶人 都不会有好结果的